寻影者不欲,夹倒,松下问童子,言尸采要去,是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 松下问童子,言尸采要去,是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 云深不知处。 在松树下向小童子打听隐居的朋友,童子说他的师父出门采药去了, 只知道就在这座山中,可山高云深不知在何处。 作者贾导是一位苦淫诗人,其推敲不仅着眼于锤字练剧,在谋天构思方面,也是同样煞费苦心的。 这首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 全诗并未直接写有人,但松下,山中,云深的环境描写,不仅交代出影者的特征,也表现出影者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。 体现了作者对影者这种闲适生活的向往,可谓平淡中见山城,或有悠然远欲。